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我是李国庆 牛眼看港股 牛气占真强 在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升了693点 收报27687点 成交非常活跃 过千亿有1171亿 今天港股也是承接昨天的强势进一步做好 等会先讲上升的三大原因 未讲这个原因之前 其实就要重复一下昨天 跟大家做视频的时候讲个题目 和跟进一下 昨天跟大家讲到就是牛眼看港股 那讲到其实就是恒指 我就给了几个目标位 短线就是大概28,200区 中线希望如果这个是牛市的话 就可以看到三万点 醉牛就看到三万六千点 这里要先讲就是重新 不是千万不要拿到最牛的三万六千点 就作为最终或者唯一的目标 不是如此 不是只有一个目标 也不是一定会升到那里才叫做达标 有几个目标的 如果用这个大行的来讲 就是base scenario的话 基本的牛市来看 就估计看到三万先 最牛是可以去到三万六千点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恒指这幅走势图 昨天其实跟大家讲到就是说 它如果升上来回补了11月28和29日之间 那个下跌列口 站在这个下跌列口之上收市 昨天已经是了 所以短线已经转了做绿灯的了 那昨天讲到如果升穿11月26日高位 站在其上收市 就是站在27227之上就确认升势 今天确认了短线升势 那目标 短线目标 就是上升通道顶大概28,200 差不多 你这个前浪顶27,900 28,000 这些心理关口 都是这些区域 这个就是短线目标 好了 短线目标之后 中线 我们是可以 牛一点的话 看这件事就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周线图 就可以看到大概多少 就是这个三万区 这里就是三万280点 这个是今年四月的高位 当时就是 预期就是中美可以达成协议的 那现在类似这样的情况都出现 所以有机会去得到 那如果照这个技术分析来看 这个是大型的箱底 箱底量度升幅目标 就是三万六千区 那这个昨天讲了 刚才也再重申了 三万六不是唯一的目标 而是最牛的目标 base scenario 大概三万 这个是三万关这个水平 就是去到今年四月的高位 短线目标呢 就两万八千区 两万八千二这些水平 那这个重申了再重申一次 如果听不明白的 我都没办法了 好 那国企指数呢 其实这个情况呢 都是类似这样 今天呢 就和大家转一个图 就是这个 似一个头肩底 那样 那其实呢 国企指数呢 我们都是看中线那个 现在冲了上来 是吧 下面似一个头肩底 如果能突破的话 你中线呢 就是去到今年四月的高位 大概呢 就是一万一千八百八十几点的 你当它接近一万二千关 接近 这个呢 就是base scenario 如果最牛呢 就是当它双底 可以突破到呢 就可以看到一万四 好了 那港股呢 这里讲完了 那我们可以讲一下 究竟呢 什么原因呢 支持呢 港股呢 可以是牛眼看港股 可以说 有三大原因的 其实第一个原因呢 昨天已经出现了 就是港股呢 就是第一次衝上来这一下 就是昨天那一棍仔 你不要小看这一棍 其实昨天的成交呢 去到九百多亿啦 还有呢 是站在这个 这个下跌裂口之上收市的 那一下 他穿这一下呢 其实很紧要的 这一下最主要呢 就是联储局给了一个signal 就是说 明年一年都不加息 不加息的话呢 就有利那些 吐息交易那些基金呢 就可以入市了 就可以借便宜的美元呢 就大举投资新兴市场 那所以昨天呢 那所以昨天呢 除了港股呢 比原强啊 恒指升1.3% 之余呢 其实东北亚区好像呢 台湾都升1.16%啦 南韩升1.5% 比港股更多 所以呢 一次过涌入来的 就是因为联储那个 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 其实大家都知道 昨天呢 都是有这个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 就结束了 那现在出来的信息都是说 会 明年的经济啊 内地经济都希望保陆的 保陆呢 亦都是撑起那个 股市的一个元素 那那个就是一个长效一点的 就不是说很短期的 不过都是一个信心 所以呢 你看到那些资金一涌入来呢 其实是买很多中资股的 那些资金一涌入来 是买中资股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中资股的股值很便宜 大家呢 就是 原本就是看那些 中国经济很不行的 但是呢 现在他就说 其实会保陆的话呢 就是说 内地的那个经济 不会 好像预期那么差 不是说他一定会很好 你要看他做些什么 就是大家一听到说 你就是说他很好 他现在很差 脱离基本面啊 那些 不是这样 就是现在很差 但是人家会做事 就不会好 就是你现在病了 如果医生开药给你 那你吃药 之后就会好转 那些药 不是说 一药到即刻病除的嘛 所以为什么有时看医生 说吃几日药 还要去复训多一次 那医生 就是这样 他都会试药 或者抗生素也好 都要有一个 时间效果出现 这个就是 现在开了药 要保陆 那明天怎样做呢 都还是要看 但是有一个信心 所以这些钱肯进来 买中资股了 好 那第三个支持呢 港股上升的 那大家都知道 就是因为中美贸团 这个 签到首阶段协议 那昨晚特朗普在Twitter 有一天说了 都很大机会会签 那之后呢 就整个环球的股市 都做得好 昨晚美股 标普500指数 又创了新高 是不是 又创了新高 那仍然都是以这个 12月3日低位作为支持的 不过创了新高 大家都知道 那它仍然都在上升通道里面 有机会都是一浪高于一浪的走势 那所以回到港股 为什么说这个形势会转了 就是刚才说的 这三大因素 再重复一次这三大因素 第一个联储局说 明年整年都不加息 有利那些资金呢 借便宜钱来炒这个新兴市场 因为新兴市场偏低 港股这些其实股值都很低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说要保陆 那原本大家看中国经济很差 但是觉得它会保陆的话 那就是有利了 那所以那些资金一涌入来 就买很多中资股 那也都推动过港股上升了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中美贸谈 首阶段协议有机会达成 和减关税这些都离好自己的港股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 比较强劲的声势 那现在这个声势完美呢 今天我的题目都是说 牛气漸增强 就是现在慢慢都增强着 那些资金在涌进来 在买 你看到它一涌进来 就买一些大东西的 不管371 买一些大东西的 所以这就是 其实我觉得是增强之中 那当然了 涨了二年升几日 那会不会有些回套 什么 会有的 帮我连言都看 短线大概2万8区 然后中线 就base scenario 就是blue scenario 就是3万区 醉牛就是3万6 但是千万不要用醉牛 唯一的目标 再重新多次 好了 那一涌进来 其实买些什么呢 就是现在 其实买那些大市值 那些 基本因素 腾讯是不是有很大改变 都不是的 但是连续两天大成交 昨天110多亿 今天110多亿 连续两天都是过110亿的成交 而连续两天大升上去 今天你见得到 这幅图就是突破了中期下降轨 那些资金现在就是涌进来 所以 为什么我才有这个结论 就是说 其实昨天就是 牛眼看港股 给了一个prediction 就是昨天一定要给 如果今天才给 当然是迟 今天才给 大家都知道 涌上去 昨天就要给了 有些可能你未必接受得到 昨天 希望今天你见完之后的市 都叫做 都升了差不多七八点 和昨天的预期 就是初步叫做有些实现 那我不敢说 就是一定中的 不过就是 我见到有些这样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天我就觉得 这个牛气就占增强 那希望呢 这个港股 就是可以推动到上去 去到这个短期 中期 甚至长期的目标 那样 好了 今天时间关系 分析到此 跟大家说一声 下个星期我放假的 好 多谢大家收看